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你决定要参选就一定要选上 不然没有选上是很惨的 所以这个选举最重要还是气势的问题 那颜家今天静悄悄也是代表他们其实这个信心是比较不足的 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在2013年 陈世凯跟颜家的第一场补选 其实当时只差了1000票 那陈世凯本身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议员 那也在地生根很久 那那个时候再相对来说也没有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也没有大家这么关注的状况 那颜家也从来没有被撼动过的状况下 当年他只差了1000多票 所以这个票数差距非常非常近 那更何况是这一次在3Q之后 有非常多的人其实他是非常恶腕 因为3Q毕竟在额立法院也表现得不错 那他也是认同台湾价值 很多年轻人都支持 那他是有点恶腕说当时是不是很多人没有下去投票 所以造成这个结果 那这恶腕的状况就会回归到这个补选上面来 那这个情绪对于颜家是非常的不利 那尤其是颜家现在他当然也会去担心说 那他的这个黑历史会不会持续的被翻出来 那这个捍卫家族的这个保卫战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捍卫的其实不只是这个席次跟位子 其实他背后很大的一个金权的结构 或甚至他们平常在做这个利益 体他的做做生意等等这个这个背景 所以他一定要选就一定要选上 那当然大家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3Q是整体是国民党是尽全力在帮忙 所以其实颜家还是欠国民党的情啦 那欠情就要还 那所以大家才一直说那是不是要推派严利敏出来选 那把这个副议长的位置让出来 可是实际上这个对颜家来说是风险非常大的 因为第一是如果立委就没有选上 议员的席次就也失去了 那颜家在这边就毫无席次 中央也没有地方也没有两头空 所以他其实是陷入一个两难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该不该站 那在这个状况下面 其实绿营反而是有比较大的机会 可以成功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林静医师他其实表现非常的优秀 即便他在卸下了不分区的立委之后 他还是持续在为台湾来做一个辩护 尤其是在这一段疫情期间 因为他本身是专业的医师嘛 他用很多意识的观点来跟大家说很多科普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稳定这个军心 也比较不会因为疫情而害怕 所以他在这个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声量也是非常高 那再加上他过去都当过立法委员了 对于这个意识规则也非常的熟悉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选 那再加上他也不确战 他也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女性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不管颜家是派出颜宽衡或颜丽敏 或甚至说要让夫人来代打 就用妻子去出征这个状况下 其实都没有 以这个候选人个人的这个角色或特色来说 其实都没有林静怡来的强 所以当然他们也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这一站要派谁 还是我干脆让出去 让国民党自己再派一个空降人过来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陷入的两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